谢谢你们光临 媒体的朋友 系院的老板 Sponsor 做的伙伴 谢谢你们进来 香港知名导演陈可欣与好莱坞资深制作及发行人安德鲁摩根 今日正式宣布 核索发行权发行国际有限公司 将两只各居东西半球的主流电影力量连接在一起 拓展一个覆盖香港台湾中国大陆亚洲地区及欧美市场的电影制作融资和发行的网络 拍电影本来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那么我是一路比较看得全面一点 我觉得不只拍宣传其实压力也很大 发行压力也很大 因为我常觉得我们以前拍电影拍完就不管了 那么你宣传发行不管了 你就等于你儿子生了出来交给别人养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在香港也好在这里也好 我都尽量希望营销发行宣传都是能够一手一脚的 从自己一路看着自己孩子长大 我还是一向倾向于什么东西都是自己公司里面去做 年底也有一部大戏 对 比较吃力的一部戏 刚刚拍完在北京跟上海 那么就是现在在剪接在后期当中投名状 那么刚刚拿了个预告片过来 其实也有点广东说打马波就是怎么讲的 就是说有点偷步了 因为其实全世界都还没有人看到这个东西 那么我因为反正在台湾是自己公司嘛 所以还是有点偏心就拿来这里给媒体们大家先看 而被问到最近吵得火热的赤壁传出周润发音不满酬劳和泰满收到剧本 以致被换缴的事情 陈克行相当震惊 他说吴宇森和周润发都是他认为最君子的导演和演员 如今反目成潮 陈克行认为这是两败俱伤相当可惜